- 大家好,我們是山木藝術,素雯,我是佳龍 我們在11月20、21號連續兩天有講座,工作法,還有市集的活動 是的,我們要請到許多非常有才華的創作者在我們當中 所以接下來我們要為大家一一來介紹 我要做陽涵,我的綽號就是陽涵 不過我在1997裡面,大家都叫我97 我覺得我像鱷魚,可是不是會咬人的那種鱷魚 因為我平常很喜歡像鱷魚一樣默默的,然後不會很高調 就是過得蠻低調的,然後會有一天突然 嗨,你過得怎麼樣啊 反正就是很像鱷魚一樣會出其不易,但是不會攻擊人的鱷魚 好,我們的品牌叫做1997 candles,然後主要是經營手工的香氛蠟燭 蠟材都是用天然的大豆蠟,跟韓國協會認證的香氛精油 對人體是沒有害的,對,主要是販售手工的香氛蠟燭 那就講為什麼要叫做1997好了 因為1997是我出生的那一年 然後我本來就對年代這種東西有一種奇怪的依戀 就是很喜歡這種感性 然後我就想,那我就以1997這個東西為基準 然後去發展了賣場裡面的各個年代 從古老生化到未來,或者是平行時空等等的 我會把賣場裡面的每一個蠟燭命名 每一個蠟燭都會賦予他們一些小故事或者是小知識 所以大家不只是在買蠟燭 在買蠟燭這個過程中也可以得到一點東西 然後希望大家有一種進行時光旅行的感覺 大概是這樣 好,會創立這個品牌其實是源自於我本身對香氛蠟燭的喜愛 在我做香氛蠟燭之前 我其實就很喜歡收集香氛的東西 尤其是蠟燭 當然收集這些東西是一個不小的數字 所以我想說與其這樣子一個一個收藏 不如我直接學怎麼做可能會比較快 所以我會想要去做蠟燭應該是我成立品牌的一個動機吧 對,大概是這樣 困難的話我覺得算是經營部分 一開始這個品牌要打知名度其實是一件蠻困難的事情 加上品牌成立的這段時間剛好碰上疫情 所以如果沒有白市集啊 就能夠讓大家快速認識你的機會就大幅減少 沒辦法讓更多人看到品牌算是一個比較大的困難 對 我覺得 因為我的個性本身是有點完美主義的感覺 可是自己開始經營品牌之後就會發現 有的時候在做事情的態度不可以太吹毛求疵 真的沒辦法每件事都是盡善盡美 當然還是要盡最大的努力去完成 可是我後來就有發現不可以每件事都那麼固執 所以我覺得改變最多的算是我做事情的方法 還有一些心態方面 如果再重來一次的話 我應該還是會做一樣的事情 因為我本身做這件事情就是起源於我喜歡香粉蠟燭嘛 當然我現在只做了一年多 跟很多前輩相比一定是還很短 可是至少我這一年多下來 我到現在還是很熱衷於做這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就算現在再給我一次重來的機會 我還是會做1997 好我覺得不管是不是做蠟燭這個產業 或是其他各行各業的朋友 都是因為由大家犧牲自己的時間還有心力努力而來 所以今天才會有像這樣子的市集活動啊 文創的產業才會這麼盛行 所以不管是已經做了很久 或是正在做還是還沒有做的朋友 我們大家就一起加油吧 Yeah 希望可以突破一千追蹤 沒有啦 就可能 因為現在是疫情還沒有結束嘛 就是剛剛前面有提到 現在品牌的知名度還不是很高 所以我希望我這個品牌1997 可以跟疫情一樣有越來越好轉的趨勢 就能讓更多人認識1997 讚 其實我知道30計畫這個活動的時候 是我一個朋友介紹我參加的 我一開始其實不知道還會像類似宣傳影片啊 或是事前認識的部分 這方面是我覺得很新奇的 我之前參加過也算是不少市集 有這樣子的經驗算是第一次 我覺得在訪談的過程中 你也可以重新思考一次自己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蠻有趣的 因為還有很多其他創作者也會參加 所以我也很希望當天可以認識更多 也是在做創業這一塊的朋友 對